这一次我要一血千尺 半年前我发过一期 王者荣耀手办盲盒的视频 结果被喷得纳笑一个惨哪 一共五个人我认错了仨 于是我苦心尊严了几个月 虽然依旧菜的抠脚 但人脸这一次我可是认全了 王者荣耀击不人盲盒 全套我共十款 该履出隐藏履物的天魔缭乱 游戏打播 抽盲盒三可没怕过谁 哦 自带收打盒 刺客蓝 拿着一把蓝色的双刀 说明说画了这一代所有的款式 看来看去还是隐藏馆最帅 拼装超级的简单 一共也没有几个组件 这个蓝色透明的双刀太炫酷了 搭配着同样酷酷的发型 不愧是称霸野区的王者 忽然让我想起了曾经的蓝领网 收纳盒里不只有简介 翻过来还是人物的背景图 游猎于光明 潜行于黑暗 好霸气的说明啊 配件还有一对多余的手型 方便更换 可这黑色的是啥 不完了 啥也没有抽隐藏重要 出来吧 小霸王思策 这个厉害了 到处都是装饰件 头羽 扎带 闭环 全都是单独的设计 手里的穿帽还是银黑色的 灯光的下看着亮闪闪的 盖好收纳盒 去吧 英雄集结 诶 等等 底座上面有个小孔 我明白了 原来黑色黑件是用来横向连接收纳盒的 设计的太巧妙了 第三盒 法师周瑜 一脸不屑的小表情 太符合你自大的性格了 但这火焰红的披风也是真的帅 肩部还有银色的头装 最拉风的是手上这团火焰球 怪不得表情这么自信的 确实有狂的资本 收纳盒盖好 上单 打野 中路全都有了 就差下路二人组ADC加辅助就可以抱团了 出来吧 哇 八七的吕布 诶 不对 完了 那这一套端盒是终于没有隐藏了 可以啊 这一身的皮肤也是八气十足 银灰色的铠下看着很有力量感 表情还乃凶乃凶的 再看周瑜的一脸不屑 感觉启蒙在这上面下足了功夫 头顶的灵雨 手中的方天化解 和游戏里的一模一样 哦 还有细节呢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背景图竟然还是吕布的坐骑赤兔马 太用心了 场外备战 又何 火虎唱将法超 真是每一款都有惊喜 电镀银色 全身也是亮闪闪的 还有一张完全看不清脸的面具 我这还是戴上吧 这感觉你有点突顶呢 下一盒 终于来了一个女性角色 大乔 太可爱了 这个好像是个绝版的皮肤吧 看着咋有点眼熟呢 两条长长的马尾垫 头顶还有黄色的装饰 一副千奇大小姐的架势 和老龙森策连在一起 这一次你俩绝对不会分开了 倒数第三盒 神机妙算诸葛亮 长得没清风秀的 好像童话故事里走出来的大男主 一点老毛深散的影子都没有 还好有瓦拉夫尔的芭蕉扇 不然可怎么偷着一点坏销的咒鱼啊 去吧 就站在他上面 寄生鱼和生亮 怎么都得压他一头 剩下两盒一起拆盖 黄金大口筒 还有黄金必甲 不愧是孙夫人 有钱就是任性 都说孙上香是个假小子 桀骜不许 没想到启蒙这都有官员 两只小便一摘 气质立马就不一样了 最后一关 一身白衣的赵云 表情看着一脸的不情愿 武器龙胆亮银枪超文元 也是电镀色 看介绍 这款皮肤叫苍天降龙 怪不得肩甲是这个造型 扣上收纳盒 全都罗上摆好 不错 虽然运气差了点 没有找到吕蒙的天魔缭乱 但好歹这一单的普通款 我们全都凑齐了 摆成一整罗 看着就更发气了 不知道下一单什么时候会出 还会有什么角色 我要一直罗到天花板 不错